中共一年一度的全国政协 全国人大会议将在3月4号5号登场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 为即将举办的两会预作准备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后发出公告 共进有五位代表遭到罢免 另外有四位辞去职务 而其中消失已久的前中国外长秦刚 也名列当中 秦刚是在2023年6月 在北京会见多国外长后就离奇消失 而消失的原因众说纷纭 包含他和几名解放军高级军官 被西方情报机构利用 泄露解放军机密等等 还有他与凤凰卫视前主播爆出婚外情 两人甚至还传出生下一个小孩子的传闻 而秦刚在2023年7月遭免去兼任外交部长职务 成为中共建政以来任期最短的外长 而他被免之后就消声匿迹 而知情人士也爆料 他在2023年7月底在一家军医院内死亡 不过各路的谣言都没有获得证实 而现在秦刚因为辞去第十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似乎想间接反驳外界关于秦刚已经身亡的传闻 但只要他一天没有现身 就难以破除谣言 董事新闻综合报道 听说严刑考打 人家媒体的报导是说因为他是书生 他没有接受过这种严刑考打 秦刚迈不住 受不了 然后就去住院了 听说了傅小田也被抓起来了 等于是用傅小田威胁秦刚 傅小田不是有说他有个儿子叫Ear King吗 对 也把他抓起来 把Ear King都抓起来 就是用这个来威胁这个秦刚 那后来问完了所有的资料之后 就说好 那请问秦刚你是想要怎么死亡 你可以自己选择 所以听说是秦刚自己选择说 那我要用这个药物注射 所以就用青化甲打到他的身体里面去 现在有关秦刚死亡的消息 越来越多了 现在居然讲说 他什么 他是被等于说刚刚讲的 都一样 他是被俄罗斯的副外长鲁登科 告诉他说 告诉习近平拿到了 秦刚出卖火箭军资料的这个讯息 出来以后 他就被抓起来 抓起来了以后 居然是什么 他被严刑拷打 严刑拷打出手太重了 去住院 住院了以后 防消息外露 居然直接给他打轻化甲 好 我没有说 关于这个秦刚的死亡事件来说 现在越来越多资料被爬输出来 包街我们就讲 6月25号的时候 鲁登科不是来到这个中国吗 来到中国之后 他到底给了什么资料呢 传言是这样的 传言是因为 这个李玉超的这个秘书 谢姓秘书呢 他用Telegram 把资料呢 传到这个美国的这个 李玉超的儿子 No not Telegram 火箭军的司令李玉超 他居然用Telegram 传这个资料 他的秘书 他可能要给他儿子 那就让他秘书传给他的儿子 那传给他儿子的时候 因为Telegram 因为想说Telegram安全 这个秘密吗 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知道吗 Telegram在2014年的时候 因为Telegram的这个 目前为止的所有人 被这个所谓 这个普丁的一个秘密的 一个富豪朋友 掌握了 虽然这些资料呢 其实这个俄罗斯已经可以掌握了 所以俄罗斯可以穿透Telegram 去掌握里面的讯息 所以就是说他把这个资料 Pass给了这个习近平 那习近平当然很生气啊 习近平很生气的时候 马上就把这个秦刚抓了起来 而且听说还抓了 同时之间抓了火箭军 很多的将领都抓了起来 李玉超等等的 那当然一开始 就要问出东西来嘛 就听说严刑考打 那么人家媒体的报导是说 因为他是书生 他没有接受过这种严刑考打 秦刚迈不住 受不了 然后就去住院了 那住院跑去 那严刑考打的过程里面 听说了 傅小田也被抓起来了 那傅小田被抓起来的时候 也是等于是 等于是用傅小田威胁秦刚 那同时之间呢 还把他们两个传言之间的 傅小田不是有说 他有个儿子叫Ear King吗 也把他抓起来 把Ear King都抓起来 就是用这个来威胁这个秦刚 那秦刚就讲完 没多久之后 他就真的受不了 那后来问完了 所有的资料之后 就说好 那请问秦刚你是想要怎么死亡 你可以自己选择 所以听说呢 是秦刚自己选择说 那我要用这个药物注射 所以就用氢化甲 打到他的身体里面去 打进去之后呢 听说他在当时的时候 就已经脑干 这个已经 这个脑干麻痹就死亡了 所以死亡的时间 是在7月14号 就媒体的 曝光的时间是在7月14号 然后呢 7月25号的时候 他才被免去了 这个外交部长的这个状况 那听说同时之间 被他同时之间 用这个氢化甲打的时候 除了他之外 还有十名将军 也同时就这样过世了 火箭军都这个样 所以那当然了 目前为止 媒体的报道是 不断地露出来 但是关于秦刚的死亡来说 似乎目前为止 所有的媒体都指指说 他可能真的在 7月14号的时候 那一天 他就真的已经过世了 对不对 一开始 Plektical杂志去报道 秦刚的死亡的时候 大家还半信半疑 可是现在全世界的媒体 都跟进来了 而且越来越多的消息 他是打氢化甲死的 如果说内容那么继续迷移的话 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应该是的确秦刚的确出事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美国这个媒体 其实故意放出来的时候 应该中国大陆 要马上澄清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 没有澄清 消息完全没有 而且呢 好像也默认这些事情的 陆陆续续的发展 所以比如说 刚当时传出 傅小田这些事情的时候 中国的官方也没有去否认他 那现在来讲 传出死因来讲 而且 重点是一件事情 秦刚他这个人 本身就是习近平 亲自拉拔长大了 那现在来讲 他身上有可能 太多机密了 而这个机密 可能会动荡国本 或是危急中央的情况之下 死的确是一个 真的解决方法的 一了百了 对 因为随着他 把机密带入棺材的情况之下 就以后就没有人 可以被撑处了 所以到底这件事情 会不会延烧到 习近平本身身上 或者延伸到其他的军官 或是其他的将领的身上 刚好大家的唯一共识 可能是那你就一走了之吧 那这要把秘密带进棺材的情况下 才可以维护党的纪律 跟党的这个 而且他写的巨星迷子讲说 秦刚被行求 所以他才有一个被 Torchial的这个打死 他说打到 他受不了满身嗜血 对 那如果是这样 当然巨星的内容来讲的话 有可能是真的 也可能是假的 但是看起来我的评估是真的机会是比较大一点 那现在来讲的话 隐而不发 也就是说 包含像李尚福这件事 李尚福也没有出现 李尚福到底能去哪里 那照道理讲 现在所有的媒体都在报的情况之下 至少要出来像马云一样嘛 马云那时候也是出来 让大家看一看说 我人状况没有怎么样 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因为这些事情 秦刚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傅小田的事情 而是因为有可能 泄露国家机密的问题存在 那这种叛国罪也好 或是泄露国家机密 到最后也还是死刑啊 你到最后还是死刑啊 用这种死来帮忙协助 共产党的其他所有人 避免说所有人 很多人就被干涉到 因为现在 沈默先生 秦刚死了 只是你说 有人说他在天津 有人说他是北京的三菱医院 那死亡的时间 有说7月14号 有说7月17号 但是刚刚讲到的 死亡的讯息是非常一致的 对 也就代表说 所有的讯息来源 可能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 就是说 党中央要你离开这个人间 那你就不得不离开 那把所有的机密带进棺材吧 我们之前曾经提过的是 习近平他大力的整顿火箭军 而在整顿火箭军之后 出现一个非常速杀 非常恐怖的气氛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中国人民解放军 火箭军 特设医学中心 它虽然是火箭军 但是医学中心 照理讲 它的速杀位应该不是很重 它的整个军事味道 应该不是很强 可是 我们来看到这两句话 这是新鲜刚硬上去的 泄密坐牢 卖密杀头 你不如把这个不小心 把秘密泄露出去 你是要坐牢 可是如果你是可以 把这个秘密贩卖出去 你要杀头 那只是单纯的警告吗 我们再看到了 Pliko杂志里面特别提到 习近平现在进行一个清洗 是什么清洗 史达林式的清洗 我们知道史达林 什么讲过一句话 死一个人 那是一个悲剧 可是你只要死一百万人 那只是一个数字 所有的人死亡 对他来讲都是无足轻重 现在难道习近平 也在做这样一个动作吗 甚至他特别提到了秦刚 他说秦刚已经死亡 秦刚已经死在了 解放军里面 整个中国高干住的医院里面 他最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他是自己 第二个他是被虐杀而死 是从有这么可怕吗 没错 彭力对我杂志 在这一期的这个 报道里面说什么 他说习近平目前为止 正在中国展开 类似于之前苏联时代 史达林的大清洗 为什么 针对所谓的反对 他的这个分子 甚至是不爱国人 一起大清洗掉 也就是说 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掌握到的清洗是 为什么他会展开 这个大清洗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 六月的时候 俄罗斯的这个副部长 外交部长 鲁登科去访问 中国的时候 帮助给习近平很多资料 对 他说了 你的这个火箭军的高层 还有你们的秦刚 你们揭露很多 你们的资料给美国 设别里面 涉及到 中国在发展核武 还有火箭军 非常重要的资料 你说这个情报来源 是来自俄罗斯 是俄罗斯的外交副部长 对好那鲁登科爆料之后 习近平就展开清洗 清洗里面的时候 他报告里面写得非常清楚 你看 two of these people claim the chin 也就是秦刚 这里面有一个叫秦刚 dead 就死了 他说 either from suicide or torture 就是 要么他就是自杀而死 要么就是虐待而死 所以他报道里面就说 秦刚已经在七月下旬 他已经过世了 太可怕了吧 对好 那他当然讲 我们就讲 如果你顺着这个逻辑来说 真的 抱歉 从六月多开始的时候 你不知道 包括说火箭军一系列人 什么领域潮全部都被抓了 一堆人不见了 还有人在家中自己 上吊过世 对 还有很多人 你看最近又被追出来什么 你看王绍军 王绍军是谁呢 他之前是在负责 这个习近平的保安 你看习近平在掠兵的时候 他就坐在这个地方 老公你看到 这个位置叫什么 我们台湾叫做龙头 对 也就是说今天我的所谓的警卫军 或者我今天的所谓的特勤中心 坐在这里是龙头的位置 龙头位置就是 我是所有保护习近平一个最重要的位置 对他担任过中央警卫团的团长 就是他这个几乎是 他贴身的这个保护 就是他 结果没想到他也过世 为什么被过世 有人就说他也是死的不明不白 就突然之后 而且他过世之后 一个月之后消息才传出来 对 那你根本不用讲 而且他的理由什么 依据无效 对 你知道什么病 为什么得这个病 对 他都没有交代 只是说他两三个月前已经过世了 过世的原因是 一致无效 好那除了这个秦刚 还有这个王少军 王少军是那么贴近于习近平的一个人之后 那有不难解释 为什么前一阵子李克强也过世嘛 所以你这样就说 如果你把这个Political杂志的报道里面来说 连得非常清楚就是 西方 你只要跟西方很连结很深的 搞不好在这一波里面 可能全部都会中奖 要么你就是被人家处决掉 对 李克强也被认为 他有可能被暗杀的 他也是跟西方世界还比较好一点点嘛 所以我就讲 我们就讲 这一次的这个鲁登科里面 他泄露什么 他就是说 你们中国火箭军跟这个西方世界有非常多联想 所以我们这样 火箭军最近不是一大堆人被查吗 包括说像李玉超已经被查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 不只是查李玉超 倒查周雅宁 魏凤和 还有李尚福 甚至还有参谋 包括张军祥 李传广 然后李军 李玉超 孙金敏 全部都被查 甚至还有什么 这个所谓周雅宁 吴国华 吴国华就是我们讲到 他在家里面 这个四季身亡的 还有张震忠 你看一大堆人 全部都被抓 全部被抓 保洁你知道 为什么这件事引起大家注意吗 你看 这主要是过去一段时间 美国不是在去年 有一个81的 报告图 美国的对你这个火箭军的报告图 他把你的组织画得非常清楚吗 就我们现在还知道说 因为当初美国的这个写里面来说 他有几个不知道 他有几个不知道 但是现在为止来说 他已经把这些拼图都已经弄出来了 因为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 现在已经被调查的 失踪的了 美国作件被调查或是已经落马了 你看司令也已经不见 当时美国的报告里面 还有政委这个徐忠波 还有副司令这个李传广 还有副司令这个 所谓郑正中 然后还有参谋部的这个孙金敏 还有另外一个是 装备部的副部长刘光斌 还有一个是装备部的副部长李同建 这么多人 所以讲美军的报告里面 这么多人完全都被抓走了 所以就说 为什么美 为什么你看 这个有几个事情 第一个 美国知道你这么详细 这个下面的官员我都知道 所以就说一定是有人泄密给他嘛 泄密给这个美国 美国才会知道这么清楚嘛 那美国做出来的地图里面 现在其实全部都被已经团灭了一个状况 所以呢 最近人家就发现到在 火箭军的这个医学中心 外面 原来是火箭军所有的进出口 对好 那出现什么字呢 保健帐 泄密坐牢 卖密杀头 所以讲这个字是原本过去没有的 现在就把它弄出来 所以本来 本来只有罪驾入行 因为这是门口 你是开车车进去的 开车进去以后我就告诉你 如果是喝醉酒驾驶 你要坐牢的 可是现在没有牢 更严重的是你泄密跟卖密 是要杀头的 对你看泄密是坐牢 卖密是杀头 所以为什么这个秦刚会被处决掉 因为搞不好你就是卖密给国外嘛 所以他有一个形容说 现在对习近平来讲 四面都可能是敌人 对没错 因为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才知道说 原来那么多人跟美国 或是西方世界都有关联好 那我们就讲 这一次起源是谁 起源是鲁登科 鲁登科那时候 六月他来到这个中国访问 中国访问的时候 宝洁那是很有意思 因为那次鲁登科来的时候 秦刚还接待他 是秦刚接待的 也就是说秦刚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就是跟鲁登科见完没多久之后就消失 结果没想到那一次鲁登科 所以这是秦刚的最后一次露面 是的 他接见完没 等于说接待鲁登科之后 他就人间蒸发了 对那就现在人家在报导 才知道说原来鲁登科那一次来 因为他也是突然之间就去了 突然之间去了 原本那时候我们还想说 他是不是为了什么 下这个乌克兰要展开反攻 要准备去求援 就现在才知道说不是 他是突然安插这个行程去了之后 然后这个秦刚还接待他 接待他他见了习近平之后 听说他pass大量的资料给习近平 他就直接说 你的这个秦刚 和你们火箭军的高级官员 亲属了 帮助中国 帮助美国 把中国核机密 传递给西方的情报机构 所以就说 那习近平知道说 当然马上 他接见鲁登科没多久之后 秦刚就不见了 秦刚不见之后 同时伴随了 火箭军大量被查 所以如果你用political报导说 这似乎还真的是 时间点都连得上 而且这张照片太可怕了 秦刚在接待鲁登科之后 两个人还谈笑风声 还非常的亲切 结果鲁登科一来 秦刚就不见了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我们就讲 后来不是一大堆被 当时的中国媒体还说 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秦刚之前 有傅小田的关系 但是事实上现在才知道说 原来他是牵扯到 把机密泄漏出去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可以看到 因为一路往上查 那个李玉超 什么一大堆人被查之后 就后来 不是到了这个 约莫是几个月之后了 李尚福也不见了 李尚福也失踪了 对 所以你知道 现在完全都连得起来 原来都是跟火箭军 有些关系的 那甚至在 我们讲7月24号的时候 不是就说吗 这个王绍军三个月前 就因为治病无效医治 然后就过世了 然后秦刚7月底 就过世了对 然后7月25号的时候 他被免去了 这个外交部长 然后保留了 国务委员的这个身份 然后原来 现在才知道说 原来他就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可能他人就已经 不见了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习近平刚刚讲 我们的整数都是对手 他现在是全面整数 现在刚刚讲 连我提拔上来的亲信 也都在我整数范围 没错 你看他就用这样子 enemy everywhere 就是到处都是enemies 也就是什么 因为目前习近平 已经相当相当紧张 那为什么相当紧张 现在我就跟他讲 如果你对照这个鲁登科 6月的时候 去这个中国访问的时候 给他这些资料 那么到今年夏天的时候 不是吗 这个美国的这个 伯恩斯不是有说吗 我们中国 我们在美国 中国的这个情报网 已经完全已经 几乎是中断了 但这几年我们建立了 非常取得的进展 然后我们在中国 拥有了强大的人类 人类情报能力 他想说你讲这个话干什么 我不是情报能力 是强大的人类情报能力 我不是只有卫星跟监听 我是用人来做情报 也就是说他有非常多的可能 就是泄密者会提供给我们资料 所以你对照美国博士的说法 还有鲁根科 还有political做法 就是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也就难怪 你看另外他就还报导 另外不想预照就是 李克强出事 还点名李克强 你就知道他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疗条件 怎么会突然之间呢 因为你知道 因为心脏病发作 就是这样 所以人家就说 这就是一个不好的讯号 也就是说 习近平可能会把这个 处理的这个所谓人员 他的这个阶层会往上提升 甚至还有什么呢 political还报导一件事 他说有一个英语流利 然后经常参加国际协会的 外中国的高级金融官员 就让他告诉这个 political杂志说 我以后可能再也不能够去活动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呢 我们可能随时都被调查 结果他讲没多久之后 他就说他也被免职了 那个也不见了 也被免职了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可能 然后这个political的说法是说 他可能因为跟西方世界 太过亲密之后 可能未来可能也会有 被调查的可能性 所以整个中国风声鹤唳 对 没错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在今年的这个 11月29号的时候 当时人大常委会有公告 一个第九号公告 就是说 他们有一个 驻京的代表部队叫李同建 因为涉及违法的违纪 还有职务犯罪 被免除了 可是让免除这件事情 里面来说保险 你看他们常委公告里面 第九号 这个第九号不见了 也就是说 他们还不敢 不要公告这些东西 而且人家确定 他真的就是 真的李同建 就是真的已经被 他原本是代表名单 就他也被拿掉 所以就到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还是持续在 清洗所有的高官 还有清洗所有 我习近平认为 你对我不忠的 或是跟你 跟外国有勾连的 我全部都要让你下台 所以董事长 这中国内部有这么疏伤吗 有这么恐怖吗 刚才讲 那个是进行史达林市 史达林那是 数百万人人头落地 不过我觉得这个新闻 这次出来的最重要的 就是秦刚死亡 对不对 然后另外还有火箭军 不知道某些高 某位高官 他并没有真正透露名声 问题是说 这个情报 怎么会漏到 美国的媒体身上 美国的媒体 为什么这时候要把这个东西公布 为什么 就是这个中心是他们内部的斗争 或中美之间的交涉的一些 奇怪的事情发生 对 那这个事情非常简单 就是说看起来我们都认为了 习近平的情况已经稳定了 到底是不是稳定了没有 而且中国的经济的衰退 有没有影响到习近平的 这个中央的这种掌控的能力 有影响吗 一定有影响是程度问题 就是说这个 因为每一个政权 应该这样讲 每一个领导人 自古以来 这个领导人所花的时间里面 百分之七十的时间 都在防止背后的暗算 对 三十在做事情 七十是暗算 这个是历史的必然 所以习近平花了大部分时间 也是在防后面的暗算 但是现在比较有趣的是 新闻在哪里面 是秦刚 秦刚这个当外交部长 完全是因为习近平一个人不是法主 他本来的外交部长是谁 你知不知道 是乐玉成 乐玉成是何许人业 俄罗斯专家 俄罗斯专家 所以如果按照今天的政治结构的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俄罗斯要交往的话 应该是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 应该是由所谓的这种知恶派 亲恶派 亲恶派的人跟他们密切的交往 这个国家的联盟的关系会变得更密切 结果乐玉成下马 用了一个亲美派的 对 这个亲美派的上来之后 他是先驻美大使 再跑到美国 再跑回来 外交部长 主导当外交部长 而这个事情的拍板 全程完全是由习近平一个人拍板 对 你现在搞到这种事情 搞到今天秦刚深固 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代表秦刚被渗透了 这个很严重啊 而且是俄罗斯告诉习近平的 为什么俄罗斯那要告诉他 俄罗斯当然告诉他 因为你这个亲美把这个干掉嘛 因为这个秦刚如果当外交部长的情况之下 他一定会在任内去阻挡中共去援恶这个事情 会这样吗 当然啦 我现在是 我是美国派的嘛 我是亲美派 我亲美派 我是资美派这样好不好 我当然不希望说 我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去提供太多的援助去帮助俄罗斯 对 让他对美的工作产生障碍嘛 障碍嘛 他当然不愿意 所以把秦刚干掉这个事情 是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也符合现在俄乌战局的这个利益 也符合中美关系紧张的利益 我觉得从政治上来看的话 把秦刚干掉是对的 本来秦刚就是 可是秦刚这个很尴尬 怎么搞得变成说要自杀掉了呢 这自杀就不是说一般的 把你拉下马的问题 表示他真的已经早就被收买了 而且这个收买的这个东西 这个是很恶劣的 这很恶劣的新闻啊 这个非常恶劣 你想想看 他这一波的清洗 从外交部 你看这些几个大官 还有火箭军 火箭军 那我今天问你 火箭军更妙了 火箭军你拿到这个情报 你为什么叫你的空军学院 去把它公布出来干嘛呢 对 如果你今天美国做的情报 知道有你这些部署以后 我偷偷摸摸藏的就好了 对 打仗拿出来用嘛 没错 我给你打 我给你公开啊 公开是干什么 公开是政变嘛 他把你扳倒你这家伙嘛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里面的斗争的关系 我觉得有很大量的 是跟他本身的 就是所谓的江湖时代 对 所留下的力量的缠斗有关系 他不是一个很单纯说 美国人CIA做个情报 所以他是想鼓动里面的政变 他是本身是中共的人员 就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内部的 一些的权力的矛盾 对 产生了一些的斗争 那这些斗争确实 目前来讲的话 跟各个地方上 你都也可以感觉出来 因为看起来来讲的话 你看他的人员 他用很多新的人 什么浙江新 什么浙江派的 福建派的 都是用不明其妙新的人 那这些新的人 他相信吗 这变成他原来怎么上去的 他原来是所谓的红二代挺他 对 这通通都全部杀掉 全部杀掉 怎么全部通通不用 那他的权力基础在哪里 就是完全靠他自己的 有政府的机制 有效的去控制 万一他控制一松散的话 这个政权就有问题 因为我看不到那个脉络 因为他原来的基础是红二代 现在没有 现在他一个人 他就一个人干 一个人干这种情况之下 他怎么控制这个国家 怎么国家怎么运行 所以这些等等背后的一些的 更深层的问题 我觉得西方在密切注意 而且西方根本就是要放火 跟你乱中家乱 这个不光是天乱而已 他这个消息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 因为秦刚一个人当部长 绝对不是习近平一个人叫他干的 一定后面有人保 那保的人是谁 完了都有保的人 保那些也是通通拖下水啊 所以后面有第二波第三波的清洗 会再继续在自己 你长期去关注全世界国际的财经走向 当然你会非常了解 华尔街日报跟金融时报 你也非常清楚说这两家报纸的报道 那一定是对国际事务 对国际财经 一定是惊天动地大变化的一个新闻 可是这两家报纸最近很妙是 共同先后报道了秦刚 跟他之前的情妇傅傅小田之间的一些细节 那大家觉得这是八卦 八卦干嘛上了金融时报的头版 怎么会被这个华尔街日报大幅的报道 你说不对 他不是八卦 他牵扯到中国内部的微妙变化 而且他也牵扯到习近平 现在他已经有强烈的权力危机感 没错我们讲 华尔街日报跟这个凡天事态 我们应该不用多说 他们其实是非常震惊八百的这个报纸 他们当然平常 报道这个所谓财经媒体 还有国际大事之外 他很少报道这种所谓的 什么婚外情之类的 所以当然他讲到秦刚 他很少报道男女之间的事 当然很少 因为他们都是八卦 他们不是很想要讲这个东西 那你知道秦刚跟傅小田的故事 我们当然讲非常多 因为我们讲非常多 他们之间的故事 但是国际媒体 从来没有人报道这个消息 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 美国重大媒体 也从来没有人报道过这件事情 但是在前几天的时候 华尔街日报突然间丢出这个文章 中国高官被告知了 前外交部长的这个秦刚 是因为在美国的生活作息问题 遭到免职 生活作风的问题 因为他一直有婚外情 然后在美国一个孩子 但是他当时 但是他说当时调查重点是 秦刚是不是 危及的所谓国家安全 所以 现在中国调查 这篇文章的重点是 现在中国调查的重点 秦刚不是有没有婚外情 而是有没有危及国家安全 我觉得奇怪 他的调查重点是 是不是危及了国家安全 表示说 你看婚外情的孩子 好像没有关系 不是重点 有没有危及国家安全 这才是重点 可是几天之后 反映修太又刊了一个文章 而且这一次是做在头版头 而且这就是秦刚 就是傅小林 他直接把女生的照片弄出来 你说这个是 金融时报的头版头 当时华尖日报还没有说到 这个隐晦其名 但是金融时报就直接把他 傅小田的照片都贴上来 所以显然就是傅小田 你看他标题中 秦是Mystery Partner 就是很迷样的 迷样的这个 Partner Have a Syringate Child 就是有一个代理孕母的小孩 没有他还用这样写 那写里面他讲了非常多 他们过去的一些相关的经历 跟相关的故事 那怀疑说他们在 他在这个驻美大使的时候 他们两个可能有了这个关系 有了关系之后 然后就有了一个代理孕母 生下的小孩 为什么是代理孕母 对 好那就很奇怪 然后他就说 这个代理孕母这件事情 在中国可能还是有一些麻烦 因为可能危害 中国相关的法令 可是从国家安全 变成是说 他其实这个 所谓的生活作风 这个国家安全 没有国家安全 他只是因为他生了一个 所谓代理孕母这样一件 这个小孩这件事情 所以你就觉得 这个整个风向 有点转变到什么 好像是什么 要导引到说 其实秦刚他不是这个自己的问题 他是被这个代理孕母 他好像被陷害的感觉 所以说 如果你看到金融时报 他完全站在秦刚的角度 他完全是被 傅小田压着打 而且会特别提到 我是代理孕母 怪的是 如果你们两个拟勤火怨 在自然的状况上面 如果怀孕生子 那为什么要透过代理孕母 透过代理孕母 你有一个非常复杂的 医学过程 有个医学程序 而这个医学程序是 今天秦刚跟傅小田 都要同时 交出你们两个 能够生小孩的金子跟卵子 那秦刚愿意吗 那如果秦刚不愿意 怎么会有代理孕母 如果秦刚不愿意 在代理孕母的下 难道 这个生小孩 都是傅小田的计谋 他讲到什么 他说了 其实他们两个很早就认识 我们讲 financial time里面 就讲得非常清楚 他就说其实是这样子的 他们跟傅小田 非常关系亲密的人士就说 他在2010年的时候 就已经认识秦刚了 他们两个老早就认识了 然后后来他就回 这个傅小田就回到 这个凤凰电视台工作 他讲得很清楚 然后当时呢 秦刚被任命到英国 中国驻英国的这个临时代办 然后他们两个又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接近 十年之后 他们在北京又认识 又重新见面 重新见面之后 两个关系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之后 保洁人知道 传言为什么 为什么这件事要爆出来 他就说什么 他说因为秦刚被任命为 外交部长的时候 他觉得似乎是 我跟傅小田的关系 恐怕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他就开始 限制不要跟他接触了 不要跟他接触的时候 所以这个 是不是他就说 为什么后来会别康 是不是因为 这个秦刚好像要断了 他跟傅小田的关系之后 傅小田逼不得已 他就开始在社交媒体上 不断地丢出一些资料来 所以就是说 今天秦刚是在驻美代表的时候 所以驻美大使的时候 跟傅小田在一起 在一起之后 他当上外交部长的时候 我要开始梳理 梳理以后 我就不跟傅小田见面 妙的是 傅小田开始大量去po文 开始去po小孩的文章 po他跟他的过往 po他跟这个所谓的秦刚的关系 都是在秦刚慢慢远离他之后 对 而且他说什么 他说傅小田在去年的时候 跟一个闺蜜讲了 这个整个代理孕母这个事情 然后另外两个人也说 他透过代理孕母生了一个小孩 所以这个小孩就真的就是 代理孕母生了一个状况 那是不是暗示了秦刚 似乎是不太知道这件事情的 这个感觉 可是事实上我跟他讲的 就是一开始我不明白 就是说你生了小孩 就生了小孩 那生了小孩以后 为什么其实不是只有金融时报 特别代书说的有代理孕母 之前就已经开始传说 是有代理孕母 代理孕母这件事情 对傅小田 对秦刚 对 有这么关键吗 保贤 主要原因就是说 我们怀疑到就是 傅小田可能想要透过一个小孩子 这样跟确定跟秦刚之间的关系 因为他一直过去一段时间 被传言说他跟很多大佬都有关系 他想用这样的方式 就没看到这个秦刚 他想要切断关系 切断关系之后 结果保贤你知道 为什么我们后来不是看到一堆 傅小田在网路上po了一些文章吗 他就是要证明说 我真的跟暗示着说 我跟秦刚有一个小孩 他之前没有说他是代理孕母 你看他说什么 三月的时候 你看他开始说告诉微博 他说有一个小孩 他说我的小孩 不是美国人 不是美国人 是中国人这样一个状况 你看他就说 这个谢谢提醒 这个是三月十一号 去年秦天姐就这天是 这个宝宝的 这个一百天时候登了三 那就是这样 他把他弄得很快 他说儿子的爸爸不是美国人 我们进行就要回国了 很期待很期待很期待 他回国他说 我的小孩不是美国人 你在按照媒体写的 这个时候 这个秦刚已经跟他不来往了 不往来 好 不往来做好 结果没想到 三月十一号这样写 结果三月十二号 他又写了一个文章 他说他小孩子 这是他小孩子 他弄一个时候举手起来 然后就胜利 胜利了 这个胜利闭幕 因为为什么 因为当天 刚好就是中国的 这个两会闭幕 闭幕的时候 秦刚被拔作为国务委员 然后五十六岁 就成为中国的 这个国务委员 副国级的领导人 他写了这个文章 那写文章的话 你仔细看 因为他们的这个 不是一般人能追踪的 但是就有人说 你看美国出生的小孩 就能当中国外交部长 马上就有人说这样 很多人在下面 回很多东西 那好 三月十八号又来了 你看 他说因为 爸爸奔赴使命去了 忙得连生日都没有时间过 只能够摇助爸爸生日快乐了 好 因为三月十八号 那时候是美国时间 但是是中华 台湾的这边时间 已经三月十九号 三月十九号就是什么 秦刚生日 秦刚的生日 那秦刚生日的时候 他后来再po一个文章 就是说 这个 Many happy returns 真的爱一个人啊 不是盼他升官发财 屏幕清明 而是孤独的 看着什么 风起的三天 反正就跟他 示爱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时候 他就说 祝福孩子的 这个父亲生日快乐 紧接下来的话 他在四月十号的时候 又登 从这个洛杉矶 飞往北京 那这个 做这个所谓 弯留的这个私人飞 我们不是说 他居然可以 做弯留的这个私人飞机 那为什么这样 结果他就 他就停在 这个安科拉茲的时候 他就说什么 我们隔一年之后呢 又是从这个洛杉矶启程 那只是说 这一次有了 这个儿子的 这个Ear King 那这次飞行的目的 Ear King 对 那为什么 因为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上一次 登上这架飞机 所以他已经不是 第一次登上 他登上过好几次 他说上次是从 洛杉矶到华盛顿 而且我一个人 在这个村里降落到 华盛顿特区 那是为了工作采访 也是我在 风云对话 最后一次现身 那时候他到 华盛顿去采访谁 就是采访金刚 那好 采访金刚 时隔一年再度登记 从洛杉矶启程 是到北京 北京的时候 他也带一个儿子 Ear King 这次是前方 所以Ear King 结果有人说 Ear King是谁 当时一开始都说 Ear K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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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Ear King 然后他就说 这是 秦儿 所以事实上 现在目前为止 就很多证据都证明了 几乎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后来又来一个 他在这个文章之后 一个小时 他发了Twitter Twitter之后 他就说 他在 他是2022年的6月以来 第一次他在Twitter 发了一个消息 他用英文说 这一次还 还有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他发了小孩子 你看 他跟小孩子坐飞机 但是他发了 上面一张照片 很有意思 访问秦刚 他跟秦刚 那你看 这不是就是 然后对照 对照 对照 Ear King 又这样子 所以 真的就是 开始外界 就把他跟 傅小廷 跟秦刚的关系 就正式连上了 那连上之后 当然 所以你说 华尔街日报 跟金融时报 这两家全世界 最大的金融媒体 对 花了这么大的篇幅 用头摆头 就是讲 秦刚跟傅小廷的 风花雪月 对 就是讲 当秦刚 当上外交部长的时候 我开始 不要跟你傅小廷来往 对 那傅小廷这个时候 就拼命的 po微博 对 拼命的去展现 他跟秦刚的关系 对 然后最后 Ending在 搭着弯流的飞机 进到北京之后 全部就没了 对 没了之后 秦刚就不见了 对 他整个华 这个所谓 金融时报的说法 是说 他怀疑就是 好像是不是他呢 要逼他 认这个儿子 所以就后来 就这个 所有的更新 就到目前为止 就结束了 结束没多久之后 几个月之后 秦刚就被调查 然后后来 就被免职 那免职 那照理说 他应该就被免职 那这个华尔街日报 报这个问题 要做什么 我觉得华尔街日报 报的比较有 这个 刚才呢 这个financial time 是把他们两个过去 讲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比较focus在不太一样的 这个点 为什么 他就说其实呢 这个秦刚被告知 的是所谓的 这个生活作风问题 这是中国对 这个性的行为 不端的一种 委婉的说法 但是他讲了非常多 他说呢 在秦刚的配合之下 调查还在继续 那目前他的重点是 他的婚外遣 他的行为 是不是危害 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 那如果没有呢 没有会怎么样呢 他还 他马上就说 因为在担任这个 中国驻美国大使 秦刚的举止得宜 然后被认为是一个 有分寸的外交部长 还肯定他 对 然后在担任 这个驻美大使之前 这个秦刚曾经 负责为习近平 筹划活动的 外交部副部长一指 然后多次陪他 所以他就说 习近平非常非常的赏识他 好那非常赏识他的时候 其实没多久之后 又一个报导 因为我们到前一阵子 不是去这个所谓的 这个金专会议吗 对 去南非 不是搞得这个习近平 非常尴尬吗 对 这个外交人员 却没有跟上 进退失去 完全非常拉惨 然后这个整个照 甚至还有这张照片 王毅都坐在这里面 我习近平还在后面 找我的位置啊 听说这件事让习近平很不爽 当然 所以 你蔡奇跟王毅都已经做定位了 是 我老大还没做定位 对那这件事情 听说让这个非常不爽的时候 习近平勒令王毅在家里面 写回过书 写了很多天才能够出来 甚至后来的 原本要参加所谓 GT&T 还有联合国大会 他也不要让王毅去了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华文监日报的 后来后续的报导是说 好像是不是 习近平对王毅非常不爽 然后他觉得说 你这个 过去秦刚 我们曾经讲过什么 之前习近平去访问白俄罗斯的时候 是怎样 你踏下去 音乐什么响起 他都 晚上时间他还去 把所有的行程 把所有的博物馆的人员 全部叫起来 我们要演练好几遍 这才是习近平要的 这个外交理解 就你让我搞到 我还要在外面找我的位 我的位置 什么地方 然后我还搞不定 我的这个翻译 你可想的 习近平会多么生气 对不对 所以你说 现在financial time 还有金融华尔街日报 全部都是中国放出来 所以现在要一个风向是什么 他原本是真的 就是生活问题 然后我们要调查 是不是国家安全 那今天financial time 他说他是被人家阴了 可能是被 因为这个傅小姐 要他认这个小孩 所以他这整个 他的做法 刚刚讲 从代理运步开始 如果你太了解这些过程的话 他从头到尾被设计的 所以就有点开始转了风向 那我们就讲 事实际上说 我说真的 华尔街日报 或者说这样financial time 他们其实本来跟中国高层 很多消息就是从中国高层 放出来的消息 那他放这些消息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你如果搭配着 王毅最近好像 不太得这个习近平的喜欢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传言就是说 习近平是不是觉得 秦刚的这个很可惜啊 是不是要重新再让他付出 而且我无人可用 因为没办法 因为只有秦刚才懂我 才懂我要的一切 王毅只会让我在国际场合上面 这样子好像左之右出的这个状况 所以才说 这里面来说 闻到一点不太一样跟过去的味道 好 各位 刚才讲到的 这两家报纸 以前我在当学生 那是泰山北斗 这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是自治朱鸡 而且都是国家大事 怎么这两篇文章里面讲的 根本就是反正就叫得更妙了 根本就是谈他跟傅小天的儿女事情 甚至把代理玉母放在标题 你们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关键 关键以后看下去 秦刚根本就是一开始跟傅小天在一起以后 那傅小天就咬住了咬住不放 不放了以后到了外交部长以后 我要隔开 隔开以后你就不再给我po文 跟po文了以后 等下讲那个代理玉母那些小孩子 出生非常那个特别 今天刚刚讲的 华尔街日报包括了金融时报 他们其实跟中国关系非常密切 过去刚刚讲的 你丢了很多我要去整顺整顿江派 或者是中国内部有很多权力斗争的时候 都是由这两家媒体率先报道 所以今天丢了秦刚跟傅小天 丢了秦刚说是因为生活问题被检讨 这不是等于说是八卦 这是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 跟一个新的权力生态要出来吗 对这绝对不是八卦新闻 这是政治问题政治新闻 为什么金融时报还有华尔街日报 他们很震惊八百 而且把这些事情做得很大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正经八百的讲风花雪月 对那他的过程 他的内容他的故事到底是谁 透露给他们的 透露给这些金融时报 跟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那一定是中国的官员嘛 那中国的官员是哪一派的官员呢 当然就是秦刚派的官员嘛 也就是说现在内部外交部来讲的话 王毅派跟秦刚派还在斗争 那你知道在金钻五国的时候 王毅跌了一个大斗 然后结果变成习近平开始要求写检讨报告 现在来讲的话秦刚的人马 发现到这件事情不单纯 而且内部有可能翻盘的可能性 而背后有可能习近平也在支持他们 所以现在我可以评估一下 过没多久可能秦刚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而且秦刚有可能就会再次复出 那再次复出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你看第一个国务委员他没有被拔掉 党的中央委员没有被处分掉 政治局这个委员也没有被处分掉 所以代表说他还有活着可能性 那活着可能性呢 事实上会透过金融时报跟 这个华尔街日报放出来 就是给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讯息 这个什么重要讯息 就秦刚现在来讲的话 事实上他是被设计的 是被陷害的 那请问傅小田是受到谁的指示 受到谁的命令 然后来之后一个代理预论这个东西 你想想看哦 你说真的秦刚现场 他一定会犹豫一下 这种干过政治人物的人 一直在往上爬 基本上都会有那种风险管控的意识 所以他不可能说 在现场傅小田说我要拿去当 这个代理预模 他会马上答应 不可能的事情 一定是背后还有人指使跟设计 那到底谁是指使傅小田 跟设计这件事情 整套剧本的到底是谁 那应该背后还有另外一些人 所以我们讲说傅小田他是双面碟 你双面碟有可能性 三面碟四面碟都有可能性 所以他不是只有接受中国政府 或者说外国政府的指使而已 有可能在中国政府内部 有不同的派系 也指使了傅小田 将这个所谓 当然啦 耳屡事情 两个人说不定真的是有情愫 否则也不可能发生这种关系 但是如果发生这个关系之后 秦刚应该是非常小心的人 他不可能说让傅小田把这个东西拿去再做代理预模 应该会立即销毁掉 正常的人应该是会销毁掉才对 但是没有 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代表说傅小田应该有很多的背后 有人在指使他 有人在教导他 到底 对 所以也简单讲 哪一个他要把自己的关系放在前面的标题 对 那为什么用代理预模这个做标题 代表说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些故事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秦刚被设计了 那秦刚如果被设计的话 就不是秦刚的责任的问题了嘛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有时候男人风花雪月 可能在中国官场上面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问题是 你怎么去后面处理这件事情 那你有没有泄密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泄密的问题的话 他讲 你有没有围棋国家安全 对 如果没有的话 那如果有的话 国务委员早就被拔掉了 中央委员也早就被拔掉了 那现在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 而且让事情整个真的发烧到现在 而且中间过程当中 亡疫又出事 所以代表说那里面的权力斗争 其实外界看不到 但是呢 现在正在运行 但是我认为说 过没多久可能秦刚就会付出了 所以董事长 这个华尔街日报跟金融时报出来 代表现在中国外交部或者外交系统 斗得这么凶 这个讨论可以讨论两三天 网络上可以每一个字据斟酌 包括那个代理运母 包括他是不是他的这个 作爱遗留的痕迹等等都可以讨论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什么好处 可以转移非常大的这个媒体的焦点 你说他要转移焦点 所以这两个可能性嘛 我们这样讲嘛 对不对 一个达到转移焦点的目的 一个是为了钱刚复苏做准备嘛 为什么好 那我们就用你们 就用刚刚讨论的 钱刚复苏做准备这个逻辑 去推理的话 我们来谈这个事情 中国官场 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 确实有外交部长 或是有部长级的官员 有这种几进几出 劳改再回来 秦城监狱坐牢 再回来当部长 这个在中国官场上常常出现 中国历史上也常常有这种事情 平反嘛 那我干嘛 平反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名词 但是在这个事情上 平反的逻辑 有点令人怀疑在哪里 因为很简单 你说被傅小田设计 不当取得他的 生小孩的这些的元素嘛 对不对 这是一个可能性嘛 那另外就是他是正常 在正常怀孕的情况之下 生小孩这两个可能性嘛 那就是正常怀孕 生小孩或是这个结果 有生小孩这件事情 在中国官场上 没什么了不起嘛 因为很简单 前面有这个张高丽啊 他们都会作风不良啊 这些外面有小三小四小五 在中国的高层啊 他反而是一种炫耀 代表我精力旺盛啊 这是一个勇敢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跟我们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 这其实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 不会为了这种 有小三小五生小孩 就把你部长拿掉 部长拿掉 国委 他是国家级领导人 很大很大的事情啊 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 请问你他是正常怀孕 跟这个不正常怀孕的情况之下 哪一个比较笨 就不正常怀孕被设计比较笨嘛 对 你本来的行为已经不良了 再加上一个笨 那个笨的人 能够让他能够平反吗 这个笨蛋还要平反个鬼头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秦刚要用这件事情 因为他是被设计 而这种笨拙的行为 而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而平反 不可能 这个太离谱了嘛 你被女生设计 这个在中国共产党里面 这个你是个大笨蛋 是吗 所以他有那么笨的外交部长 你会被一个女人骗的外交部长 我还能够再用你吗 再爱你我也不能再用你 亲儿子也不能再用嘛 所以秦刚复的复苏的可能性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我认为这个情况 但这个东西 这个媒体炒作这个事情呢 当然也是配合他的 只要转移交点 配合其他的目的啦 因为目前中国情况 确实非常不好 它内部的不稳定性 尤其在军方的不稳定性 非常的大嘛 军方那么稳定 外交系统出事情 这个解放军出事情 然后经济情况不良 经济情况出事情 他的外交次数受阻 他的经济的大崩盘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那这些东西他如果要 老百姓现在目前的失业率啦 年轻失业率听说 看到的数字我看到是21.5嘛 那不动产的GDP 已经占到35%可能是坏账嘛 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收拾善后啊 那今天他整个的情况是崩盘的情况啊 所以我认为他必须他秦刚这个 当你看到这个中国丢消息出来 而丢出细节的时候 还有目的 他的要丢细节就是让你讨论 他如果丢出一个大概念的话 那不是 那是一个正式的新闻 丢细节是转移 转移焦点 转移焦点是主要目的 那这个 这个就是说 会被傅小田设计 这个设诱设计的秦刚 然后又被 甚至于被这个 设计到很愚蠢的情况 然后还要回头来当外交部长的话 在中国的外交史上 可能还没有发生过 原来你是这么看的 太笨不行 怎么会用个笨人当部长的 就台湾才有可能 大陆不太可能嘛 对不对